在川普總統啟動法律戰維護憲政尊嚴後,隨著事態的發展, 民主黨及其他黑暗勢力開始動用了另一種醜惡手段。 光天化日下公然進行人身威脅,法律、人權已經被這群為利益瘋狂的所謂政客拋株後。 這些人一旦掌控政權,美國將成為什麼樣子呢? 喬治亞州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林塞·格尼厄姆的警告可供借鑑, 拜登、佩洛西和舒默將形成地獄三巨頭。 民主黨人如果控制參議院將帶領美國走向地獄, 就在左派媒體及拜登支持者們為聯邦政府啟動交接過度進程 而尖叫時,美國總務管理局局長埃米利·麥菲 至拜登的信件傳聞被發布出來。 在這封不卑不抗的公開信中,麥菲女士並沒有像左媒宣傳的那樣 提及任何有關總統歸屬的問題。 相反,他在其中曝光,他及他的員工、家人甚至他的寵物都遭受到嚴重威脅。 政府公務人員公然遭受大範圍嚴重人身安全的威脅。 誰能相信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以憲政民主著稱的美國呢? 然而,這不是最出人意料的。更嚴重的是,美國在任總統也受到公開的人身威脅。 安提法首路亞當·亞胡巴20日公開在推特威脅川普說, 如果在星期日12時以前你不認輸的話,我們將在紅區左斷交通, 你的支持者們都將無法上班,無法去超市購買食品餵養他們的家庭。 我們是武裝組織,我們會使用汽車撞向人群等殺人方式報復你。 這種赤裸裸的恐怖主義威脅,竟然沒有被推特官方屏蔽。 也未令FBI、國安機構出面應對,如果美國總統都無法 從法律手段維權、維護憲法,其他美國公民又將面臨怎樣處境呢? 在全美各大城市打雜燒搶、開槍暴動的安提法公開為拜登站台, 美國難道真是希望下一任總統有這樣的背景嗎? 還有曝光亨特·拜登硬盤門的關鍵人物,電腦維修店老闆約翰·保羅, 陳獲艾美獎的新聞記者亞當·豪斯利日前在推特披露,這個真是瘋了。 約翰·保羅這位計算機技術員做出正確選擇,幾個月前將亨特的北記簿電腦移交給FBI, 並沒有試圖將它售賣或洗其政治化,並沒有嘗試用它為自己牟利, 但他現在受到威脅被迫關閉了商店去休假。 約翰·保羅將亨特入水北記簿的硬盤複製板交給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 其中的4萬封電郵及幾千短訊、照片等海量信息, 令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家族和烏克蘭、中共等外國勢力的勾對罪行, 以及拜登的兒子淫慧、吸毒、亂倫等等醜聞大白於天下。 但美國一眾所謂主流媒體對這一系列震撼性新聞不予報導, FBI相關調查拖延了至少一年都沒有進展。 網友怒批FBI司法部對川普支持者和揭露民主黨罪行的民眾受到的任何恐嚇,什麼都不管。 看看川普的一個內閣人員寫道, 這幾年有人叫他們調查希拉里,他們就一直在調查川普。 川普的一個朋友凡事就出動幾十個FBI還有直升機去, 而且非常英武迅速。 現在看到這麼多事發生,反而沒有一些反應, 美國權力機構都已經被滲透到腐爛透了, 現在需要的是一場揭桌的革命。 也有人感嘆說,美國竟然變成這樣了,其實這個樣子並不陌生。 自從中共統治中國以來,這類黑社會般的手段早已經是屢見不鮮, 如果民主黨統治美國,這就將是全美國人不得不面對的未來。 正如一些網友所說,當黑白顛倒了黑暗張毛邊, 撒旦魔鬼在美國橫行。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再會。